沒關係 反正這都是 這都市傳說也沒關係 那身高呢 身高也是很多人問的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要跟自己比啦 因為你 跟自己比 是每個年齡 看你有沒有長大這樣 應該是說 跟身高 跟手指跟那個都 鼻子都沒什麼關係 我知道有一個真的有關係 什麼 就是 肥胖的程度 對 沒錯 真的吧 不是種植的嗎 就是那個就是這樣 對 肥胖的好像聽說胖的人 真的會比較小 他會埋在肉裡面 就是 而且因為他肚子那麼大 他就看不到自己的 所以他站著的看不到是正常 跟女生胸部太大 看不到下面的食物是一樣 他也是看不到下面 所以他尿尿的時候 也是要在這邊找老半天 你們應該沒有這種困擾對不對 我們 我是沒有 我聽說 我最近有變胖 其實在就是今天的錄影之前 我有先上網 爬兩位秘密會科室 發現你們有去做 一個治療 雷射容紙是嗎 對 是啊 你們兩個都有對吧 對 沒錯沒錯 那 所以現在是一個最佳的狀態 還不錯啦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那你還可以把他扣起來 我覺得我可以 可以再收一點 可以再收 那個是做一次就可以了 是嗎 沒有那個 你可以一直做啦 那做完之後 你還是要搭配飲食 那我們要做六次 做六次 六次是一個兩次 那我們期待 那六次之後 歡迎再來到我們的健康好天使 來驗收一下 那你們今天帶的這兩個是什麼東西 這很像那個開瓶器 對 這是什麼 老師你猜一下 就開瓶器 應該是 開紅酒 開哪裡的 你們做這 一定是裝在這裡 然後 來 但是一生也是很愛喝紅酒的 所以這是裝在紅酒瓶上面 拉起來 沒有啦 最好是紅酒瓶這個直徑這麼大 欸我們這size不一樣 對我們有三種size 欸 對啊 那每個男生的直徑不一樣 這樣你們要換這個頭嗎 我們就換不同的牆 對它是一個set 這個是 這個是全新的嗎 對對對 這是全新牆 不是二手 不是你們是不是 好好好 然後等一下我要消毒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 這比較大 這個這個直徑比較大 對這是最大的size 一哭 這是最大的size 對 36 所以最大的話 這個直徑這樣子是幾公分啊 這是半徑一公分以上 喔 對 欸這個是什麼啊 這很像那個槍欸 對一樣 就是其實可以 是一樣 稍微把它解開 兩個都是一樣的啦 那只是會拿這兩個是因為 這兩個公用一樣嗎 公用是一樣的 做手術用的 對 那因為這兩個都是 台灣現在現行有的 那我們是都有做過 所以我們就是 拿兩個都來示範一下 好喔 先示範哪一個 先示範它 好 就是扣住 扣住 扣住我的手指頭 扣住我的某個地方的頭 然後再 就是把皮翻到旁邊來 你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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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來 你露出來 我們把它套進去 這樣會不會痛啊 會不會痛 會打麻醉啊 會打 可是它現在沒有麻醉啊 沒有沒有 皮會在 它這會有個皮啦 它現在沒有皮啦 它現在是裸的 好像很危險 然後把它鎖起來之後 就把它按下去 沒有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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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就是 割皮而已啦 它是保護頭的嘛 對對對 你把它套在外面 對對對 所以按下去 它就會把它寫到 所以這是割包皮使用的 對 兩隻都是 現在台灣就是 這兩種 對 那它們是局部麻醉 還是全身麻醉 通常都是局部麻醉 欸那我很好奇 這是我自己 私人想要問的 因為 我們大家都知道 女生去婦產科 真的就躺著 然後腳要打開 那男生 男生沒有 走進去 褲子就脫下來 對 喔就是 走進去 然後就害醫生 然後又是 誰家要脫褲子 對 其實我們門診很有趣 有些人就說 醫生醫生 我這個很小 然後就脫下來 然後就一看就是 正常 對啦 因為其實男生 有時候他還滿 幾公分算正常 習十二啦 台灣的平均值 是指華人吧 對 但是外國人不是 亞洲人 亞洲人 對 亞十一 那你們在那個 正常 我以為說那你懂嗎 因為下一集 我們好像會談到 強度 對 就是 強度的問題 對 那那個強度是 要勃起後的長度 還是 勃起後跟勃起前 都有量 但其實要比的話 應該還是比勃起後吧 有人在比勃起前的嗎 勃起後才會用 對啊 所以你們臨床上是 拿尺在量 對 對 拿尺在量 勃起後才可以上戰場 沒錯沒錯 來到 會客室 然後他 馬上勃起給你看 然後量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 做這麼 我們不太會去 量他的長度 不太會量 因為不需要 因為我們就沒有要用 因為大部分來的人 不是說 他的 不夠長 大部分不是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 他體太長 體太長 體太長 所以不是他那根太長 如果真的有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會說 就要在自己 在家裡面先弄一弄 他拍個照過來 真的因為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在門診當場播 我想說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對對對 千萬不要 好的 那這些小細節呢 希望大家都有學到 想要知道更多的健康心知呢 幫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